哈喽,大家好,我是Kare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品牌直播贴士篇2 我是来自SushiReed的Karen 然后目前也是SushiReed直播部的经理 个人从事网红营销这一块呢 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在去年2019年的时候啊 我们SushiReed成与2000多位网红合作 并且也创造了1万多个品牌内容哦 然后呢,这一边有附上了一部分 跟我们合作的品牌箱 他们有Srizo,Sophie,TechHoyer,Bruce,KateTokyo,Jacobs 还有很多很多 然后目前SushiReed集团呢 也推出了一个新的平台 那就是叫做Confirm Plus Chart 简称CPC 所以Confirm Plus Chart呢 其实是一个以Cosper Series的模式去进行的 就是仅在有交易的情况下 那个品牌商才需要付款 并且这些东西都是通过KOL的电子商务页面来进行销售的哦 然后Confirm Plus Chart的操作模式主要是有这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品牌与我们洽谈合作内容 然后我们大家达成协议之后呢 就会进行到第二个步骤 就是品牌会开始提供样品给KOL 给网红他们做 给网红们 然后呢,当网红收到产品之后呢 他们就会开始进行第三个步骤 那就是网红开始做一个销售的动作 最开始在直播做销售 还有做一些Instagram Posting 然后接下来第四个步骤呢 也是最开心的步骤 那就是有销售啦 好,回归正传到这次的一个 那个品牌直播的一个贴士片 所以主要是说这次会大概讲解一下 应该要在哪一个社群平台做直播 然后应该通过品牌的账号做直播呢 还是应该用网红的账号来做直播呢 然后直播KOL的主要条件有哪些 好,我们一一揭晓吧 好,第一个 在哪个社群平台做直播 我可以说这个 在考虑说 就是要选择说在哪一个社群平台做直播之前 我会希望各位品牌商你们必须先搞清楚两点 就是第一点就是说 你的那个target audience是谁 你必须要搞清楚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你想要做直播的那个目标是什么 你的objective是什么 只要你一起搞清楚你的那个target audience是谁 还有你的objective是什么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based on你的objective来看说 你应该要在哪一个社群平台上做直播 OK,第一个呢,如果你的objective主要是娱乐内容的话呢 代表说 你在你的网站上有做一些ongoing的promotion 然后你需要就是提醒大家跟大家说 嘿,大家我们的平台上 我们的那个网站上有做那个优惠价啊 现在有提供优惠活动哦 所以你可以制造一些posting在Facebook或是Instagram来po文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OK,其实你们是有在做活动的 OK,然后第二个呢 这些都是比较属于娱乐内容的 因为你不是很现场在你Instagram或Facebook去做一个交易 你是反而你是叫他们call to action去你的网站 所以这属于比较娱乐内容 然后第二个呢 那如果你objective是做一个教育内容的方式呢 就是说你是一个化妆品品牌 然后你推出了一个新的foundation 然后你主要这次的宣传方式是说 你想要教大家如何正确的是去使用这个foundation 然后或者是说 使用这个foundation制造出一个很完整的妆 OK,这些都比较属于说是教育内容的 因为你必须要一步一步去找到 那个观众怎么去使用这个产品 所以这一类型的教育内容呢 我都会推荐使用在YouTube这种平台 对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说你想要在电子商务上销售您的产品 关于这点呢 我可以推荐说你们可以使用 Lazada和Shopee的这些电子商务平台 因为在这两个商务平台上已经是有太多太多的那个active user 他们都是在那边已经等待最好的那个优惠价来购买产品 所以如果你想要提高你的那个销售营业额呢 在全部的社群平台上做直播 因为呢你虽然会说哦我主要是在Shopee和Lazada上买东西 我其他平台我不想透 可是我会觉得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呢 因为其他品牌你开一个账号都是免费的 如果你浪费了这个机会 你不去珍惜这个机会的话呢 那你就会少了一群可能新的客户 如果说你这次在Facebook和Instagram开了一个新的账号 可能你同样去做宣传做直播 你可能会吸引到一群新的客户来购买您的商品 所以而且这些账号都是免费来让你申请的 所以为什么不要去每个账号都去尝试一下呢 是不是 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应该通过品牌的账号 还是网红的账号来进行直播呢 好我把它分成两个会比较方便大家去做理解一个动作 好品牌账号呢 我主要是说因为你是品牌的那个专家 你知道你品牌你的品牌啊 你的那个产品的所有一切东西 所以呢我可以说你的账号 我会建议说您不需要这么热销去推广你的品牌 你可以那个品牌的那个用处 反而你可以以另外一种去教导方式 以一个教导的方式去跟你的 target audience 去跟你的那个viewer说 好我是在教你们怎么正确去使用这个东西 还有怎么怎样去保养这个东西等等的 教育性的内容 因为你是那个expert 所以你必须要去教导人家怎么去使用 但是呢 对于网红账号呢 我会觉得说你可以去要求网红就是帮 你可以要求网红就帮你做宣传 来帮你 说说一下你最近的ongoing promotion啊 然后网红帮你做直播的主要目的呢 也是帮你build up your brand awareness 你的品牌的那个曝光率 所以呢 而且因为网红他们已经有了一群很大的那个 很大数据的一个followers 所以你找网红帮你宣传的 你不单只是找他一个人 你也是target他的followers 然后followers也会分成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那个年龄层 不同的那个categories 所以呢 他是以致过帮你扩散接触到rich到这么多人 可是因为你品牌账号自己本身呢 你的followers通常都是你的regular customer 因为他们用了你品牌用到好用 所以他们才为你成为你的regular customer 来追踪你的品牌 所以呢 我会觉得说 就是in conclusion 我觉得说品牌上你们要去做一个教导的动作 然后influencer的账号呢 你就让他们去帮你做宣传去 去扩散你的brand awareness 然后对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说 KOL 直播KOL的主要条件有哪些呢 我个人觉得这三个是必须 这三个要点是一个成功的直播网红的主要条件 第一个呢 就是说 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大的说服力和讲故事技巧 因为你做直播 你不像是拍照那些 就是跟产品拍照 就是很不生动的东西 因为直播是一个很直接面对面 然后你必须要很讲解那个产品啊 可能是什么布料啊 然后还是有什么味道啊 然后是你的感觉怎样 触感怎样啊 所以你必须要有去讲解不断的去讲解 然后去说服大家去做购买的一个动作 第二呢 就是说网红必须要有一个当场即兴反应的一个能力 怎么说 因为直播是一个很很即时现实动态的一个东西 很时事互动的东西 就是你当你宣传一个产品的时候啊 你的那个audience他们会现场去问你问题说 这东西怎么使用 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 然后价钱是怎样 所以网红当他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他们必须要很现场的去给予一个回答 去让那个 观众看到回答之后 他们觉得说 OK 这好像是我想要找的东西 或者是说这好像不错 他们去现场更加强他们一个trust 去做一个购买的动作 然后第三个呢 我会觉得说 每一位直播KOR网红 都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特个性 就不管是从你的谈吐的方式啊 还是说从你的外表上 你都必须要有一个卖点 让你的那个viewers去记住你 然后他们才会去一直去关注你说 你接下来直播 所以呢 我觉得每一位很成功的KOR网红 必须要有这三个主要要点咯 然后这次的part 2分享也到这边咯 如果大家想要做可能 cost per sales的模式 或者是说想要做一些直播的 都可以随时欢迎email我 karen.sushwit.com 或者是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或者是whatsapp给我 与这个电话号码 然后想要看我们的官方平台的话呢 也可以去到 www.confirmpresschop.com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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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